台湾去年爆发食用油厂混用搜水油和饲料油的食安丑闻 消机会为黑心油受害者提起团体诉讼 瞄准强冠、正义、鼎心和北海四家上游油品业者 预定4月上旬正式提告 强冠的部分大概是230件左右 那么正义鼎心的话大概是250件左右 那顶心牛的部分也大概是250件左右 北海的话大概就是20件左右 消机会分别对强冠提出求偿1200万元 正义1200万元 顶心800万元 北海70万元 总计求偿金额超过新台币3000万元 有别于过去塑化季团送提出78亿元的高额赔偿金 最后法院仅判赔120万元 结果落差相当大 消机会说明向黑心厂商提出超过3000万元的求偿金额当中 除了消费金额三倍的财产损失赔偿 精神赔偿方面因应去年修订的食安法 以每人求偿3万元为原则 食安法它有特别提到说 如果你没办法证明你的损害 或者是难以证明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法规账面就明定 以3万元为上限 消机会希望以务实的角度处理黑心油团送 不过目前掌握的761件申请案件当中 有4成的文件不齐全 送件的民政必须在25号之前补齐 他们会比较在程序上面去杯葛 包括你这个资料齐不齐 你这个有没有代理权等等 主要是在这些部分 但是一旦进入团送之后 时间比较久之后我们再去通知消费者 再不见说真的非常困难 黑心油食安风暴影响全台湾 事隔半年只有700多人参与团送 消机会坦诚确实感到挫败 也凸显了台湾的消保运动 总是面临民怨随着时间消退的困境 消机会表示希望借由团送的手段 再度唤起政府和社会各界 重视食品安全议题 提升台湾的食安品质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王一文台北报道 过来 中央社主要是村外子快乐 中央社里面质 中央社aff的标志